第十六任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今早举行登基典礼仪式 全国人民透过现场直播目睹盛况 首相敦马哈迪正在典礼仪式上代表国人 向元首献上祝贺和忠诚的承诺 PATI akan terus memastikan jentera kerajaan Tuanku tidak berpeluk tubuh dan berpuas hati dengan pencapaian-pencapaian yang telah dicapai setakat ini Usaha-usaha akan terus dilipatgandakan untuk mengembalikan Malaysia menjadi antara paksi ekonomi penting di Asia Ma哈迪在登基大典上表示 西蒙政府掌权一年多 还能在继承前朝政府的财政状况下 积极履行承诺 首相也提到 尽管全球的经济局势充满不确定 加上地缘政治动荡 但西蒙政府所做的努力 使人们相信我国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 并尽可能地减少负面影响 此外 以众内阁部长也认同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所说的 全民应该团结 成为国家富强的基础 将给予全力支持 打至这项愿景 这一声的财政人 宣传策 实际上地有什么的意思 全国建立 的事情 最喜欢的 没工作 这是 不仅争取 Built-in 但在 保持 华马上 平常归 都可以 这一点 不仅争取 国家国家 现在 但对 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